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好,父亲有个朋友的儿子,也在我工作的那个城市,白烧烤摊,就介绍我们认识,他叫阿威,比我大六岁,混社会好多年,他人挺健谈,加上我年少,刻意想交朋友,聊了很多,临走,互相留下联系方式。 第二天一早,我就收到了他信息,老弟,借我一万,换烧烤架,手头一时转不开,清楚记得,我特意问了一句,什么时候还? 他回答,最多十天,放心,老弟,我不还,可以找我爸告状,心想,虽然不太熟,但好歹他父亲和我父亲熟悉,于是,屁颠屁颠跑到银行,一个号码一个号码的输入他给的卡号,转一万给阿威。 十天后,我查了余额,结果出乎意料,没有,我急了,但毕竟认识吗,又不好意思开口问。 二,挣扎两三天,脑海中响了几十次,才发了一条信息给他,哥,一万块钱,是不是太忙,你忘记了。 他回复,老弟,最近手头紧,三天后准时还,说实话,我当时根本不懂,很多人信誓旦旦说还钱,其实都是放屁。 傻乎乎的,又信了他,可想而知,三天后,直到晚上二十四点,也没看到钱影子,主要我脸皮薄,加上觉得长大,不想像小孩,把这时告诉长辈,阿威吃透我,这三年来,要钱十几次,总是没结果,于是我所谓的朋友阿威,借钱一万,赖账三年不还,最近,心里憋屈,我被逼急了,凭什么,我好心借钱。 他却像大爷一样,不还钱,无奈之下,那天晚上,我喝了酒,使出一招,顾不上面子,来到阿威的烧烤摊,生意还可以,我也没搭理他,看见有人结账,中途拦住,钱给我就可以了。 三,阿威急了,抓住我膀子,干啥,你疯了,借着酒禁,我扯着脖子大喊,干啥,你自己心里没数吗,欠债还钱,天经地义,你烧烤赚的钱,就该给我。 喊完,痛快多了,末了,加一句必杀,你不还钱,我就天天来你这收钱,看谁能耗过谁,眼瞧周边顾客侧目,阿威慌了,怕影响生意,咬牙切齿望着我。 你小子,行啊,真不要脸,呵呵,被你逼的,我立刻反击,阿威没辙,当场东凑西凑,向我道歉,还了钱,老弟,对不起啊,算我倒霉,钱我还了,你赶紧走,好吗,他还钱,还觉得倒霉,这都什么人呀,哎,终于凭借不要脸,要回钱了,算是得到一个教训,钱啊,真的不能随便借,晚安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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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